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家人早安 不管你在哪 邀請你在早晨的時候 預備我們的心 我們渴慕 主開我們的眼睛 使我們看見祂 讓我們遇見祂 我們一起來說 開我眼 開我眼 得以看見祢的榮光 與我主面對面 開我耳 得以聽見祢的聲音 使我靈媒更新 我掌口 向祢祷告呼求 請神經歷你的真實 祢同在 的心向提升我 由祢大能來出過我 祢是用真誘惑的救助 祢在祢在祢在 祢不擁在 祢為相互 祢為相互於祢的全能 祢擁有我們神秘的答案 祢願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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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榮光 祢的榮光 與我主面對面 祢願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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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能給祢 祢願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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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见你 不知是否会有你 求找你我心中眼睛 祈祷这恩兆有何等之王 今夜见你 不知是否会有你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充满心心向前走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 离开我们的眼 主啊 开我们的心 主啊 让我们不是只是收看祷告大局 主啊 今天我们可慕你向我们心说话 主啊 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心 以至于今天我们不只是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更要来回忆你的话语 主啊 持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谢谢主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你来到祷告大军 我们一起要来为父亲祷告 一个伟大的父亲 他是需要经过忍耐的过程 他的生命一定有许多的挑战 他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迷惑 可是这个时候 他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忍耐 等候神的心 不是用血气来对应 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跟经验 而是等候神 这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必走过的一个生命的历程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叫约伯 约伯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因为他在一个极大的苦难的当中 他始终保持对神的忠诚 他没有用血气来应对他的环境 他甚至为儿女们常常献上祷告 这么一个伟大 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弟兄 他仍然有他的困境 神允许撒旦来挑战约伯信仰的困境 我们来读约伯记的一章一节 乌斯帝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人 神给他的标语是什么呢 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二世 这样的一个人 岂不是应该是一个蒙福的人 一个平安的人吗 但是其实不然 我们来读约伯记一章五节 艳艳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字节 他清早起来 按着他们众人的树木献繁记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气掉神 约伯常常这样行 他不只是心里正直的一个完全人 而且他是一个爱儿子的父亲 他担心他的儿子他的下一代 没有办法得到救恩 就常常替他们献祭 常常替他们赎罪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却在撒旦的试验里面 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苦难 我们没有时间去读约伯记的 这样的一个经文 但是如果你读过 大概就晓得 一戏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孩子家人没有了 他的财产没有了等等的 很多东西都一夜之间 都完全地被拿走 不止如此 他的身体也发生了状况 从头到脚都长了疮 你说一个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爱家庭爱儿子的一个弟兄 何以经历这样的事呢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苦难 我们来看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约伯怎么回应呢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 踢了头 扶在地上下拜说 我赤身处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以神为欲望 这样子的一个弟兄 一个这么好的弟兄 一夕之间遇到这些的问题 遇到这些的患难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用口犯罪 他没有用血气来反应 你知道吗 对约伯来说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苦难 失去了财产儿女 自身也遭受了病痛折磨 这是一个信仰的困惑与挣扎 常常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 为何好人会遭遇苦难呢 神的公义何在 弟兄们 我相信我们也有信仰的困境 对不对 我们的人生可能也会 突然间就遭遇了苦难 但是我们能不能像约伯一样 在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 不以口犯罪 不用血气来回应 可不可以呢 当约伯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当中 他身边有好几个好朋友 三个好朋友 四个好朋友 一直在跟他对话 然后他自己也跟神有一些的对话 每一个朋友对约伯都提出了一些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他们试图帮约伯找原因 约伯你为什么犯罪 约伯你为什么苦难 为什么受苦 是因为你有犯罪 你有问题 神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一定是你 可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很感激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个对话的过程 因为在这过程里头 约伯极其的忍耐 没有以口犯罪 而且他坚持 他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没有放弃敬畏神的立场 我们来读约伯记42章7节 神就替约伯说话了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 就对提曼人以立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朋友的责备与约伯的辩白 这是一个传统神学观念 跟个人真实经历的碰撞 你说他们的神学有没有错呢 没有错 但是约伯的经历就不是用神学可以解释的 约伯对神的质问和呼求是什么呢 他在痛苦中他要寻求答案 因为他渴望明白神的旨意 苦难的意义是什么 他不是都是惩罚 也可能是试炼和磨炼 所以对约伯来说呢 他只有一件事 敬畏神 他不止不以口犯罪 他甚至要找到答案 他里头有一种渴慕 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所以很感恩 最后我们看见 整个约伯的生命 带来一个超越苦难的盼望 我们是有盼望的 约伯记十二章十节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都加倍 所以虽然人在受苦的当中 但神仍然会显现跟回应 如果你去读经文 你会发现神很大的篇幅 用大自然和创造的奥秘 来提醒约伯 人是有限的 但是神却是无限的 所以人怎么可能去推测 神的想法呢 约伯的悔改跟顺服很重要 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 全然降服于神的权柄和智慧 就因为他有这样子的生命 因为他敬畏神 他忍耐 他等候那个答案 因此约伯就领受了苦难后的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 神加倍赐福给约伯 他所拥有的比之前更多 这就是一个见证 使他经历更深的信仰 和更丰盛的生命 弟兄们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要从约伯身上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会遇到苦难 我们会遇到挑战 我们甚至会遇到质问 有的人会怀疑我们 但是只要我们学习约伯 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我们就会回到丰盛之中 苦难是短暂的 丰盛是永远的 神如果允许我们经历苦难 必然后面就会有极大的祝福 但前提是 求神帮助我们 放下一切的血气 放下一切的骄傲 学习忍耐 学习等候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让做父亲的弟兄们 能够明白 一个父亲的成长 必定要挑战信仰的困境 而面对困境的时候 也许身边有人不断地出意见 但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信了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啊 我们这些做父亲的 都会经历信仰的困境 主啊 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身边可能有人不断地 会对我们说什么的 但是求祢帮助我们 不用写信 我们单单定睛在祢的身上 我们要听祢的声音 我们要照祢的原则而活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的答案 祂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祂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祂是我们的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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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 生命有时候虽然需要经过挑战与困难 但我们祝福座父亲的弟兄们 无论面临多少困难与压力 他们的眼目仍然定睛在于你 因为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 在困难中看见主你的心意 我们一切的盼望也在于你 我们的力量源头也是你 也许会有人的意见或者是方法 但祝福父亲们 仍然能够将你居守卫 凡是寻求主你的心意 并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的名 使得慈爱的父 求你再次的坚固父亲们的信仰 再次的坚定父亲们的信心 使得主耶稣 因为我们都知道信心是必须经过试炼 才能够成长的 祈求主你再次为父亲加添力量 顺利通过考验强弩晶晶 使得主耶稣 祈求来帮助父亲 不仅是对你有信心 且能够身处环境展现对你的信心 对你活出你的信仰 并向所有人彰显出来 使生活成为信心不断增长的信仰之旅 盼望透过父亲的生命 在其他人的面前指向基督 认识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并求主耶稣来带领帮助父亲们 将你给予父亲的坚定的信念 传递给追随父亲的每一个人 从过去直到如今还有未来 使得让这基督的信仰 都能够代代的相传 使这个信仰在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永不失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求主与做父亲的弟兄们同在 挑战信仰的困境时 我们不要依靠自己 不要依靠血气 忍耐 等候 更多的与神对话 听神的声音 顺服神的安排跟启示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啊 使得主神灵帮助我们 这些做父亲的弟兄 主啊 示范我们的骄傲 示范我们的我们不用嫌弃 当我们遇到信仰的困境 的挑战的时候 让我们更多的忍耐 更多的等候 能够与神对话 听神的声音 顺服神的安排跟启示 主啊 让我们能够与祢同行 谢谢祢 赞美祢 让我们能够来修为祢 主啊 我求助祢亲自来带 谢谢祢 赞美祢 主啊 我们就为所有正在收看的父亲来祷告 主啊 让我们的耳朵不是发尘的 主啊 对于祢的话语 我们的心不是刚硬的 主啊 我向祢祷告 一句让我们对祢的声音是敏锐的 主啊 我向祢祷告 主啊 在许多的时候 有太多是来自人的声音 但主 让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 我们将祢的声音放到最大 主啊 一句我们定义说 主啊 我的耳要来测耳听祢的话语 主啊 我求求祢 让我们父亲们能够来到祢面前来求告祢 一句领受祢的指示跟启示 在祢话语里面我们的心不是刚硬的 不是发尘的 一句我们渴慕祢向我们来说话 主啊 因为很多的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但是祢话中自有引导 主啊 一句祢圣灵来引导每一位做父亲的 进入祢真理的实际里面 知道怎么样将祢的话实践出来 好使我们顺从祢的安排跟引导的里面 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啊 虽然会有挑战 会有困境 但求祢帮助每一个父亲 仍然在痛苦中寻求答案 仍然渴望明白祢的心意 主啊 让祢的声音 大过我们里头那负面的声音 主啊 祢说祢必不会隐藏 我们必会亲眼看见祢 我们或向左或向右 都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中 主啊 帮助每一个父亲 都能聆听圣灵的声音 顺服圣灵的感动 靠圣灵行事 每当面对信仰被挑战的时候 都先来寻求祢 好让每一个父亲所做的决定 都在祢的祝福之下 因此可以领受苦难后的祝福 使家庭 事业 财务都蒙受祝福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求主帮助做父亲的弟兄们 不管是肉身的父亲 或是属灵的父亲 都能够活出超越苦难的盼望 像薛伯一样得到加倍的祝福 向肉身的孩子 属灵的孩子 见证神的全能跟伟大 阿们 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主要是祝我们赞美祢 帮助每一个父亲 无论是肉身的 属灵的 能够活出碳望来 多少加倍的祝福 让我们跟孩子来见证 祢的全能 祢的伟大 持完那个真实的一个对你的认识 抓着ków伤口 抓着苦难 抓着苦难当中有盼望 制作也需要幸福 加倍的祝福 抓着一切勾 utveckling的生活当中 抓不到我们真实的看见 这是显示的 神经病 找出来的 上帝呀 我们来祷告 所有的父亲们 在苦难中能够生出忍耐 在苦难中生出老练 也能够胜出超越的盼望 让孩子们看见 自己父亲的身上 看见全能神的伟大 看见神荣美的形象 看见神那能力的无限 更祝福弟兄们 能够像约伯一样 得到神加倍的祝福 得到神加倍的恩典 以至于他们生命当中 常常喜乐 常常亲眼看见你 应着主而满足 应着主而喜笑 交平也应着主欢喜快乐 阿们 使得主耶稣我们亲爱的天父 当我们这些父亲 等候在主你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实在是求你 用你的面光照料这些父亲 使主我们祷告 愿你的话语能够出来 能够并进入这些父亲们的心中 好使我们 好使这些父亲 能够真正的更大福福来敬拜你 因为你真是这些父亲的神 我们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要帮助父亲们在挑战中忍耐等候 有超越苦难的盼望 阿们 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祢祢在书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